每天拂晓 早点铺的炉火点亮了赵县的晨曦 县城中心 一家家门户相连的烧饼店 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烧饼师傅薛瑞杰 在烤炉前一战就是大半辈子 这条街的烧饼店 店主清一色都姓薛 他们源于同一位始祖薛李毅 薛家打烧饼的手艺世代相传 薛家的烧饼店临近县城中心的石塔 因此得名石塔油酥烧饼 制作石塔烧饼是功夫活 从活面到出炉需要几十道工序 扬面要以油带水 号称二两拌油一斤面 以皮面包裹扬面 加入或甜或咸的调味料 在烘烤过程中还要不断地翻转 出炉的烧饼呈现出微焦的金黄色 层层分明口感酥脆绵软 照现众多以石塔命名的地名和品牌 都来自于县城内的这座石雕 民间俗称石塔 这是典籍记载中 唯一由赵州本地人在家乡修建的大型建筑 北宋景佑五年及公元1038年 由赵州芝州王德城督办 何兴李玉等匠人在赵州城中心 修建起一座七级八面陀罗尼金床 亦在祈求神力护佑赵州一方土地 风调雨顺 雾赴民风 遍布各类雕饰的塔身 人像百兽和莲花造型 纷繁多变 极具巧思 传说中的天界净土 与城市的人间烟火 被匠心毒蕴的急于一体 清咸丰三年及公元1853年 太平天国北伐军攻破赵州城 与清军在石塔附近发生激烈巷战 薛里义冒险将一名重伤的太平军士兵救回家中 相传 这名太平军士兵曾经是天王洪秀全的厨师 为了报答救命之恩 这名士兵将祖传的游苏烧饼手艺 尽心传授给薛里义 石塔烧饼从那时起出现在赵县 无数访客在饱览过巧夺天宫的古石塔后 都会循着飘散的香气走进旁边的巷子 饱尝石塔烧饼的美味 在视野与唇齿之间留下了对赵县的记忆